布博 好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胃食道逆流 有可能會造成喉嚨沙啞 對不對 請舉牌 哎呦 剛剛兩位醫師都有說對不對 剛剛說喉嚨痛啊 那痛 咳就會沙啞嘛對不對 陳醫師 其實不是 胃酸直接 像你躺著的時候 胃酸慢慢偷偷跑到你的喉嚨那邊 如果它剛好卡在你的聲帶那邊 腐蝕了 就一定會沙啞 沙啞 所以沙啞是會好的嗎 會好 但是胃食腸逆流 他提醒一個事情就很特別 我們食道跟胃 他的設計就是用來抵抗胃酸 他比較不怕 但是聲帶猴頭這邊是 對胃酸抵抗率非常的小 所以一點點胃酸他就受不了 他是灼傷 他就容易灼傷 所以我們有些病人 本來沒有胃食腸逆流就做胃鏡 把他們吐胃酸出來之後 他的喉嚨就沙啞了一個禮拜 其實是很敏感的 是會好的 是會好 那如果說餵食道逆流 喉嚨可能不舒服 有些人會吃喉糖 喉糖是可以吃的嗎 喉糖是可以吃的 只要不要薄荷的 喉糖不是都薄荷的 我也有不吃薄荷 薄荷的喉糖吃的話 怕食道逆流會惡化 為什麼 因為薄荷 它會讓我們的胃跟食道的交接 這個擴約機放鬆 所以 就像我今天下午才剛吃一個綠豆湯 上面是有加薄荷的 對 吃完之後 所以你放鬆了 我就開始打擱了 就開始打擱了 很舒服很涼快 然後就出來了 為什麼綠豆湯要加薄荷 對啊 綠豆湯加薄荷好特別喔 新吃法 真的喔 所以以中醫的綠荷 廣東的綠豆薄荷 真的喔 所以陳醫師有這樣吃過嗎 沒有耶 我才會問他好好奇喔 真的好好奇喔 可是以中醫來說 薄荷吃了會對身體造成 胃造成影響嗎 我們薄荷大概有兩個作用嘛 一個是新涼節表嘛 像說你有些風熱的時候 風熱感冒 你吃薄荷可以讓你有些頭痛啊 流鼻水 黃痰可以解決 那第二個它有點刑氣的作用 對 它可能以西醫的角度來研究發現說 它可能會把噴門打開吧 但中醫來講可能就是它氣會比較順 了解 所以是有相關的啦 這蠻合理的耶 我們噴那個在胃啊 跟腸子的接口那些優門啊 噴我們噴那些薄荷 它真的會放鬆 真的 也許就通了 對 刑氣就通了 果然陳醫師好強喔 專家 專家 太厲害了 所以如果有餵食道逆流的人 薄荷還是不要吃比較好啦 對 OK 我們來看一下留言 小夫說最近早上起來 胸口都流很多汗 也是餵食道逆流嗎 他曾經有餵食道逆流過 流汗不是啦 而且是在胸口耶 對 胸口是太熱啦 對 太熱 冷氣可能要開墻一點就好了 是這樣啦 薄荷醫師 對 我也蠻贊成的 真的陳醫師 可能是太熱了 不過他如果真的有餵食道逆流的話 他通常半夜都會醒過來啦 他會不舒服到他醒過來 會不舒服嗎 不至於到胸口流汗嗎 有時候半夜起來的時候心際不舒服 那時候可能症就會冒了汗 冒了汗 了解 所以小夫你是沒有不舒服 只有冒汗嘛 那就是太熱啦 那如果是不舒服的話 就有可能還是要做一下檢查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李娟 Lina 是不是 他說很常反胃算是胃食道逆流嗎 反胃是不是 一恰身就是胃食道逆流嗎 反胃要看耶 因為有些是那種 像類似胃精卵 或是說胃的 對 收縮 然後引起你那種反胃的反應 但沒有東西跑出來 而且有些人 譬如說看到自己不喜歡的食物 或聞到自己不喜歡的食物 也會反胃啊 對 應該說可以分成為 有東西的叫胃食道逆流嘛 沒有東西可能叫乾藕 而且有時候是氣體跑出來 對 會一直排氣那一種的 那叫 中醫叫愛氣嘛 大概這些 這些種的 另外一種就是橫隔膜精卵那種打嗝 對 那是這幾種 他就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東西出來 對啊 如果說有 有一點感覺有東西跑出來 那可能就是 胃食道逆流是一定會有 譬如說你吃下去的食物會跑出來嗎 或是酸水啊 酸水 通常病人都會覺得 這邊苦苦的 嘴巴苦苦的 對 然後他們大部分台灣的人都會覺得有東西沖上 不一定會痛 但是就是有東西沖上 那其實這種反胃啊 噁心啊 其實就是代表它是消化不良 可能有緊張啊 或是胃病 或是他飲食習慣不好 造成胃 他的那個喔 撐太胎 或是蠕動不好 然後這個 這個譬如說他又做運動 譬如說做重訓 一個壓力 或是又束縛 一壓下去那個 就噴出來了 喔 了解 所以還是要看一下原因啦 還是胃啦 如果倒是有遇過一些 這也比較沒那麼典型的 因為像我們 他描述一些症狀 可能會喉嚨癢啊 有痰啊 或是有醫物感 然後我們看他邁向 也是胃比較不好的邁向 我就跟他說 你可能胃有點逆流 他都會說 沒有啊 沒有燙燙啊 沒有灰燙心啊 對 有的人說灰燙心就是胃食道逆流 但是沒有那麼絕對說 一定會有這個 一股熱熱的跑上來的感覺 但你如果說已經有這種癢 然後喉嚨醫物感 長期都不會好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是胃食道逆流 沒錯 我曾經胃食道逆流過啊 喉嚨這上面 你會覺得怎麼吞口水 都會覺得有異物 很像有那種米粒卡在你的喉頭上面 你會覺得不舒服 那時候就要趕快去做檢查了對不對 對 就要做檢查了 有些年輕人像小朋友 我們不會一開始就給他做胃鏡 我們就先給他調整飲食吃個藥 通常其實國外也好 美國他們都吃 差不多吃八週就吃兩個月 然後一般吃一個禮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他就會感覺就進步 先吃藥看看 所以胃食道逆流 是不需要先做胃鏡 這是只有台灣這樣子 其實國外是先吃藥 因為先吃藥 它的症狀如果改善很多 那應該就沒問題 那就對了 就不用再照 對 沒錯沒錯 何必多挨那一桶 辛苦的 不舒服啊 我也做過很痛苦 很痛苦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留言 張傑說 我常常吃完飯之後 胃痛或者是胃灼熱 是因為胃食道逆流嗎 如果局限在胃到不一定吧 到不一定喔 因為胃食道逆流 顧名思義就是胃有東西逆流到食道以上 才叫胃食道逆流 那他如果說只有胃痛 那可能就胃局部的關係 會不會胃炎啊 胃潰瘍啊這些問題 而且他是胃灼熱耶 對 他不是這邊灼 他是胃在灼 那這有什麼 這次有可能是胃痛還是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問他年紀啦 如果他是年輕的 通常都是吃飯的習慣不好 太快 吃辣的 吃酸的 張傑趕快告訴我們你年紀 還可以把他吃飯啦 如果 對 那如果是因為吃的東西 太快太辣 或是說沒有咬東西 那個胃本身就要是負擔大 他就會痛 會不舒服 然後胃酸有時候就是會多啦 有點緊張 第二個 如果是年紀比較大的 譬如說四五十歲以上 通常就可能是慢性胃炎 油門感菌感染 台灣十個有五個有油門感菌 這些油門感菌感染的胃炎 它就會容易造成所謂的慢性的消化不良 這個把視訊治療好之後 他這個胃就更好 就會好了 了解 所以張傑還是要看醫生啦 好不好 才會找出病因 好 來 接下來下一題 請兩位醫師舉牌 多喝水會讓胃食道逆流更嚴重嗎 請舉牌 胃食道逆流 為什麼兩個都舉中間 陳醫師不是說說要叫人家多喝水嗎 要適量 你一次喝太多其實胃就太脹 太脹有時候你噴門關不緊 直接就沖上來 尤其那種液體的東西最好沖的 對 有道理耶 對 如果喝一點點我覺得還有幫助 因為有時候你胃已經沖上來到上面了 你會覺得不舒服的感覺 喝一兩口水 對 把它稀釋沖下去會覺得是好吃 我懂 因為它都已經沖到這裡了 然後你要一直灌水 然後讓它更滿 更滿 所以就更容易逆流對不對 百分之百同意 是專家 不過是專家 原來今天是怎樣啦 你還會發覺的嗎 不然不夠 不然不夠 對 沒錯啦 就是說多喝水絕對身體是健康的啦 對 但是如果你的胃已經產生症狀 已經產生食道逆流 代表說你的胃這個時候不容許有太多東西在裡面 對 你在加液體進去之後 它就很容易沖上去了 所以通常我都跟胃食道逆流的病人講說 如果你最近才常發作 你的吃飯盡量就少湯少水 少湯少水 然後減量少湯少水 就比較不會逆流 喔 了解 可是重點是 平常不是醫生都叫人家多喝水 可是少湯少水 會不會對身體其他又有影響 多喝水沒有叫你說 你在吃飯的時候喝1000CC 你可以在其他時間喝 慢慢喝啦 對 你吃飯的時候不要喝太多水 喔 了解了解 好 OK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常常打嗝也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 對不對 請舉牌 常常打嗝 打嗝是脹氣嗎 唉唷 吳醫師覺得中間 那為什麼陳醫師你覺得是對 因為題目出得很好 有可能啦 喔 有可能 對 有種胃食道逆流 你會覺得有那種胃有刺激感 就會有引起那種打嗝的感覺 嗯 那打嗝的原因還非常多啦 對 比如說你一下子吃太飽 那恆隔膜 恆隔膜痰痰 痰痰 也有可能會打嗝 對啊 有可能一下子吃太多 那空氣一直拍 也會有打嗝的感覺 了解 話講太多是不是空氣也會很多 就邊吃飯邊講話 喔 邊吃飯邊講話 邊咬你會一直講話 然後空氣一直咬進去 真的 難怪媽媽以前都會說 吃飯不要說話 對 這樣很容易脹氣 對 然後很容易打嗝 所以胃食道逆流的症狀 也會很容易打嗝嗎 應該是說打嗝 比較容易會造成胃食道逆流 應該是顛倒啦 真的喔 因為胃食道逆流是說 我還是形容它是一個現象 一個症狀的現象 就是東西往上衝 為什麼往上衝 就是代表說 你的胃就是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它除了往上衝之外 它也會打嗝 打嗝就是要讓胃跟食道開口 噴門的地方放鬆 宣洩那個壓力 所以它會除排氣之外 如果排的不是氣體 它是胃酸的話 它就是叫胃食道逆流 排氣的話就叫做打嗝 懂了解了 好 那剛剛我們聊到胃食道逆流的症狀 現在我們要來聊聊 到底你有哪些壞習慣 造成你的胃食道逆流 好不好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這些壞習慣 醫生應該都會吧 不是 你的意思是說 壞習慣醫生都有耶 因為醫生其實看診很忙 有時候中間空個半小時 趕快吃個便當 然後又坐下來繼續看 壓力又大 對 對不對 生活不正常 是不會不正常啦 我們生活很正常好不好 對 醫生不上夜店的是吧 年輕的時候的事 現在老了啦 對啊 老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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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